68岁阿姨不顾女儿反对,苦寻50年前爱人,发现对方终身畏惧。如果要拷问自己的内心,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?家住云南的68岁老太太尹春莹或许会说出一个名字,何绍文,这个名字的主人在她心中的形象永远是年轻的,挺拔的,英俊的,二人相识于少年时代,哪怕已经过去这么多年,记忆中的那些画面也未曾褪色,曾几何时,他们情投一合。 但后来阴差阳错,尹春莹令嫁他人,结婚生子,这段特别的情谊,尹春莹一直没有放下,终于她鼓起勇气。 寻找昔日的恋人,没想到却因此得知了一个天大的秘密,一对有情人,为什么没能够终成眷属?尹春莹发现了何绍文怎样的秘密,这对黄昏恋过得怎样了? 欢迎订阅,尹春莹是个坚强勇敢的女人,在亲朋好友眼中,她身上的优点格外亮眼,在坎坷命运的衬托之下,更显得格外动人。 多年以前,她的丈夫去世,只留下两个女儿,和她相依为命,那时候的女儿们对她很是依赖,母女三人一直亲密无间,深受孩子敬爱的尹春莹,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。 因为一个男人,孩子们竟然会和她发生争执,那个男人名叫何绍文,代表了一段深埋在她心底的朦胧情感,或者用更直白一点的话来说,何绍文是她的初恋,也是她青春里最大的遗憾,丈夫去世后,尤其是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之后,她就总是想起何绍文,随着时间的流逝,尹春莹年过花甲,对未来的期待越来越少,对过去的怀念却越来越多,孤身一人的她,回望过去的人生。 总因为何绍文而易难平,虽然两人已经失散于人海,她也想要试一试能不能找到对方,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,至于怎么弥补,说实话,她也不知道,或许只是给对方送上一个拥抱,她就会心满意足,得知母亲的想法,两个女儿却有不同的意见,他们并不排斥母亲的过去,但毕竟母亲年纪已经大了,再这么折腾,外人会怎么看,母亲自己又能不能承受住过于激烈的情感起伏, 孩子们万分忧心,劝引春莹释怀,但她没有办法释怀,于是2020年,她在偶然间看到好久不见栏目组,并了解到这是一个寻人节目之后,为自己勇敢了一回。 写信给栏目组,希望能够得到帮助,孩子们的担忧她可以理解,然而这一次,她固执地遵从自己的内心,因为孩子们从来不知道,何绍文在她少女时代留下的痕迹有多重,曾给过她心动,也给过她伤害,还记得那是1970年,距离2020年,已经过去了50年,隔着大半生的光阴。 尹春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身姿挺拔,军装笔挺的年轻人,那一年,她18岁,正是青涩的年纪,心中对一些美好的情感充满向往,也有过想象,自己以后会遇到怎样的灵魂伴侣。 那一年,何绍文22岁,从家乡来到云南参军,是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,说来很有缘分,何绍文在一次住院时,不经意间认识了尹春莹,两双眼睛刚刚对上的一刹那,电光火石之间,好像有什么东西迸发了出来,何绍文是尹春莹的理想型,她没有否认过这一点,眼前的男人虽然年轻, 但说话做事很成熟稳重,一点也没有心浮气躁的样子,在她不知不觉间献出一颗心的同时,何绍文也对她上了心,渐渐的,他们利用同龄人正常交流往来的时间见面,也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相处机会,每一次相见,他们对对方的了解多一分,喜欢甚至是爱重的感觉,在心里也会多累积一分。 当拿到何绍文郑重骑士递过来的照片时,尹春莹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,她可不是个不安世事的孩子,当然明白送照片意味着什么,这张照片也被她妥贴珍藏。 一直到后来,她托节目组找人,照片都还在她手边,但这段出生的爱恋给尹春莹带去了甜蜜,也给她带去了烦恼,等到何绍文因为工作上的安排而不得不离开云南,去其他地方换房时,烦恼就盖过了甜蜜, 碍于一些风言风语,还有社会上的眼光,尹春莹不可能明目张胆去送别何绍文,两个年轻人即使对对方有再多不舍,也无法互诉忠常,更没有机会交换一个稳定的联系方式。 这段感情是不是会就这样画上句号,当尹春莹抱着这个问题辗转反侧时,一封来自何绍文的信,让她把心放回了肚子里,何绍文没有忘记她,还在安定好之后,迫不及待给她写信,表达自己的心意。 沐昕曾经说过,从前的车马很慢,信件很慢,在慢时代,两人分处异地,靠着书信交流感情,实属不易,不过再不易,他们也不会放弃。 因为情感的力量,总是能够战胜眼前的困难,坚定且自信的尹春莹,对未来有所憧憬,至少在突如其来的变故,出现之前,她都是这样。 至于那个变故,它是导致遗憾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,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发生支线剧情,按部就班的联系,加深感情,说不定不久后的某一天,他们就能成为彼此真正的家人。 可是,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,对于尹春莹来说,那就是晴天霹雳,一天,她收到了一封陌生人写来的信,对方是个女人,自称何绍文的对象,警告她不要再和何绍文联系,也不要再破坏别人的感情。 尹春莹的自尊心很强,对待感情也有洁癖,怎么可能忍受这样赤裸裸明晃晃的羞辱,她不屑于和其他女人争抢,更不可能因为一个男人,让自己的人生背上瑕疵,但尹春莹还是太年轻了,遇到这样的问题。 她甚至没有想过,找当世人对质,更不用说求证事情的真伪,异地就是这样的,何绍文无法第一时间得知她的情况,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开口,为自己解释什么,误会的发生,切断了他们的缘分,尹春莹开始有意识地回避与何绍文的联系,不再给对面写信,也不想再接收对面的信。 既然无法相守,那就选择祝福吧,希望她能和她的对象走到一起,但那和尹春莹没有关系了,这个时候,远在天边的何绍文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,为什么突然间就失去了心上人的讯息,尹春莹是个很果断的人,一直告诉自己要拿得起放得下,虽然不可能轻易忘记何绍文,但她还是尽力走出来,迎接新的生活,并且在家里人的介绍之下,认识了后来的丈夫。 婚后的那些年,尹春莹没有再纠结于过去,而是全身心爱着家里每一个人,直到丈夫去世。 年岁见老,她愈发孤独,不可避免地又想到自己的初恋,2020年的她已经是个68岁的老太太了,不可能和年轻人一样,把轻轻爱爱挂在嘴边,她只是想填补内心深处的一个缺口,好让自己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过得更安心一些,好久不见。 节目组感念于这段名为错过的故事,承诺一定会为尹春莹圆梦,一个节目组的力量,总归会比一个人的力量更大。 在节目组抓紧时间寻找何绍文的时候,这位主人公又在做什么呢?她生活在一家养老院,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,脊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挺直,白发更是藏都藏不住。 不过当她听说心心念念的尹春莹正在突然寻找自己时,那双衰老的眼睛里又重新出现了如同年轻时那样的神采,在尹春莹挂念着她的同时,她也在挂念着尹春莹,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当下为止。 终于能称得上一句双向奔赴,倍感惊喜的何绍文提起笔,给尹春莹写了一封信,她的性格还是美变,热烈又直白,讲到听说尹春莹一直在寻找自己时,她也坦言自己激动不已,从未忘记。 两个老人,一个68岁,一个72岁,隔着50年的时光长河,看到了红着脸蛋的少女,还有英姿勃发的青年,在节目组的帮助之下。 终于,他们再次见到了彼此,看到何绍文的第一眼,尹春莹就觉得她瘦了,比年轻时的脸瘦了,一个瘦字含着多少心疼和心酸,可能就连当事人都说不清楚,也正是这次见面。 两位老人才解开了几十年前的误会,原来这么多年来,何绍文一直是孤身一人,并没有娶妻生子,从前给尹春莹写信的那个女人,其实并不是何绍文的对象,甚至何绍文根本就跟她不熟, 那是父母为她介绍的相亲对象,但她并没有相亲的意思,原来如此,竟然如此,听到真相,尹春莹也不知道自己是遗憾更多,一男嫔更多,还是释怀更多,如果当时能坦诚一些,能主动沟通,误会可能就不会出现,两个人也就不会分道扬镳,提起陈年往事,何绍文也是掩饰不住的遗憾。 当初得知尹春莹即将结婚时,她茫然无措,傻愣愣不知道如何是好,爱一个人就会希望对方幸福,而她能做出的最大的成全,就是不打扰,她也只能把梦中的姑娘埋在心底,她踏实实过自己的生活,自己一个人的生活,一颗心只有那么大,放进去了尹春莹,就再也放不进去其他人,不结婚,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, 一步步了解何绍文的生活之后,对于尹春莹而言,说不感动是假的,她从不知道,原来在遥远的他乡,有人默默守护了自己这么多年,大概上天也不忍心再为难他们,这才给了他们一个机会,让他们得以重逢,解释误会,然后把两颗心重新牵在一处,夕阳无限好,就算临近黄昏,也照样能震撼人心,在彼此身边,他们好像跨越时空,回到了五十年前,当两位老人的爱情故事, 在网上曝光之后,深受感动的网友,也毫不吝啬地送上祝福,有人说,在快餐是爱情的年代,我们何其有幸,还能看到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,希望老爷爷老奶奶再也不要放开对方的手,给我们留下最后一点关于爱的幻想,也有人说,时间很残酷,扼杀了很多东西,但时间也很美好,可以让残缺的月亮变成圆圆的模样,只要还有时间,遗憾就能变成美, 爱能够跨越山海,坠赶时间,然后爆发彻骨的力量,尹春莹和何绍文两位老人的故事,充满了阴差阳错这四个字,年轻时无法仗向厮守,误会的产生来得莫名又突兀,无法解释的遗憾埋藏在心里,五夜梦回总是一遍遍催生酸楚,漫长的感情如此酸涩,但好在她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,一切都还不算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